大医院的急诊室总是人满为患 根据统计,十年内台湾急诊的接诊量增加了33% 有医师建议,急诊除了救治及重症之外 最好还得要设有轻症区以及观察室 以因应大量涌进急诊的病患 医院的急诊室及走廊上躺着一个个掉点滴等待住院的病患 就连等候区也坐满了等候看诊的民众 台湾医院急诊量十年内增加了33% 有医师就建议,国内的急诊最好具备三种功能 除了传统的急诊症外 可能还要有轻症区以及观察室 由于急诊并不是先到先看 那是以病情的这个严重度来决定看诊的顺序 那假如我们没有做这个轻重症分流的话 那么在这个病人很多的急诊 那么我们可能会从比较重的患者优先看起 那这个时候轻症的患者可能有 心中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医测会表示过去十年间 包括北京美国三分之二的城市 也都存在急诊拥塞的情况 而且很多民众民信大小病都跑医学中心 导致病人越来越多 根据统计,台湾一年光是急诊就医人次就高达700万 其中轻症病人就占了四成 如果能增设轻症区 将轻重症的病患完全分开在不同的区域 就能让患者尽快获得应有的治疗 我们现在有的医院已经开始设立了 叫做急门诊这样子的机制 意思就是说他到了急诊室之后 医院会让他治疗 可是会在旁边一个 在空间或硬体或动线上有一个区隔 让他跟症急的病人能够区隔 卫福部表示目前已经有部分医院开始推行急门诊 全国也建立了27个急诊转诊网络 一旦民众就医的医院没有病床 将会转接到其他的医院治疗 也希望医院内部能有个机制 让急诊的病患优先住院 期盼能疏解急诊拥塞 记者乌雅宇林国防特有报道